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旗 天心等黄金成女先后出嫁 至上第一名模 林志玲仍小国独处 不过大陆微博昨晚疯传林志玲 依与严成旭准备领证结婚 消息已经通知媒体 就等适合的时机再对公众宣布 最后更被形容为是给严成旭 40岁生日的最佳礼物 由于林志玲与严成旭的就情广为人知 彼此也都是高知名度 尚未婚嫁 许多粉丝仍期待他们能有完 美的结局 所以引发热烈讨论 但据《苹果日报》报道 林志玲才结束跨年晚会演出 以派助理否认 并表示有此事的话 自己一定第一个知道 网友凭王妃东方美视跨年晚会演唱 车祸是常态吗 天后王妃前往在上海东方美视跨年晚会 已是先录制好的影片现身 影片中竟然连观众欢呼声 都是拼接上去的 大陆网友再度发挥毒蛇本色 评论王妃在影片中的演出 略显撤祸 王妃好友那英在微博公开发文 逆听王妃 却意外惹来网友恶意攻击 逼得那英只好关闭微博评论功能 选择回归真实 根据大陆媒体新浪娱乐报道 上海东方卫视 跨年晚会原本宣传将有天后 王妃到场演出助阵 但最后却只在大荧幕上 播出王妃演唱影片 王妃在影片中演唱 你在终点等我 人间 两首歌 网友认为她的表现 音斗 跑掉 高音上不去 因而与她在演唱会中的表现 连接在一起 感慨 王妃车祸是常态吗 不过也有人认为 影片中的王妃还是很美 这样就够了 王妃好友那英在一片批评声中 于微博贴文力挺王妃 但是却引来恶意攻击 逼得她不得不关闭评论功能 并再度贴文 决定 回归真实 12月30日晚间的王妃演唱会上 场外再度出现黄牛 但与之前报道中所说 跌价 崩盘 现象完全不同 每张门票喊出的黄牛价 比实际票面价格要高出人民币1000元到3600元 据说最高的还有人民币1800元的门票 卖出了13000元 场内做上嘉宾则可用官 盖云集来形容 包括女星赵薇 张子怡 刘嘉玲 以及阿 李巴巴董事长马云等人 光是这四位的身家加在一起 总资产就达到了人民币2540 张艺兴跨年师身唱新歌 看着水量是真拼 张艺兴在东方美式跨年晚会上 现唱了今年的新歌 Loof Control 师身表演让台下迷妹尖叫不断 从特写镜头可以看出 这次表演的水量真是不小 小绵羊背拎得透透的 张艺兴师身表演如此之外 张艺兴还主动撕开上衣 露出性感腹脊 真是拼 水量有必要这么大吗 娱乐热点推荐 网友评王妃 东方美式跨年晚会演唱 车祸是常态吗 天后王妃 前往在上海东方美式跨年晚会 已是先录制好的影片现身 影片中竟然连观众欢呼声 都是拼接上去的 大陆网友再度发挥毒蛇本色 评论王妃在影片中的演出 略显撤祸 王妃好友 纳英在微博公开发文 逆听王妃 却意外惹来网友恶意攻击 逼得纳英只好关闭 微博评论功能 选择 回归真实 根据大陆媒体新浪娱乐报道 上海东方卫视 跨年晚会原本宣传将有天后 王妃到场演出助阵 但最后却只在大荧幕上 播出王妃演唱影片 王妃在影片中演唱 你在终点等我 人间 两首歌 网友认为她的表现 音斗 跑掉 高音上不去 因而与她在演唱会中的表现 连接在一起 感慨 王妃车祸是常态吗 不过也有人认为 影片中的王妃还是很美 这样就够了 王妃好友 纳英在一片批评声中 于微博贴文力挺王妃 但是却引来恶意攻击 逼得她 不得不关闭评论功能 并再度贴文 决定 回归真实 12月30日晚间的王妃演唱会上 场外再度出现黄牛 但与之前报道中所说 跌价 崩盘 现象完全不同 每张门票 喊出的黄牛价 比实际票面价格要高出人民币1000元到3600元 据说最高的还有人民币1800元的门票 卖出了13000元 场内做上嘉宾则可用官 盖云集来形容 包括女星赵薇 张子怡 刘嘉玲 以及阿 李巴巴董事长马云等人 光是这四位的身家加在一起 总资产就达到了人民币2540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